國民黨前榮譽副主席蔣孝延的兒子蔣萬安 今天表態要參選台北市中山松山區立委 挑戰現任立委羅淑淚 因為2011年蔣孝延曾經在黨內出選輸給羅淑淚 外界認為蔣萬安參選是要替爸爸復仇 不過他說這是一場君子與淑女之爭 我想這個部分就是說 不過原他其實也是我很尊敬的一個前輩王 他也是非常優秀的黨員同志 那這部分我想國民黨裡面有一套機制 很完整很公平的遊戲規則 我們就照這個規則走 那進行一場君子之爭 君子和淑女之爭 那我想希望這個 我們就有一切尊召黨的機制 把這樣的規則來走 蔣萬安介表示 因為身為國民黨員又是年輕人 他希望能夠站出來為黨付出 所以才決定爭取參選立委 而對手羅書磊又要再一次跟蔣家人競爭 羅書磊說任何人參選他都給予尊重 不表示任何意見 蔣萬安這次表態參選也是蔣家第四代當中投入政壇的第一人